杨幻昌33岁 四川人初中学历 很有研究 很有天赋 散出奇兵 各位老板 请多关注 谢谢大家 欢迎万昌 三哥老师好 你是我恐惧的人 对吧 没有吧 曾经给我递过特别可怕的纸条 就是你吧 抱歉 是吧 给你造成了困扰 不好意思 没有 也不至于困扰 万昌和我有交集 以前在底下坐着 我正在台上呢 嘎就上来了 低纸条 在后边 纸条上写着非常可怕的话 是吧 万昌 对 你自己说 我是写的是三哥老师 求你给节目中带一个话 给特殊的人一个机会 如果失败 如果得不了认可 我爬出去 咱们先说一件事 万昌 对 今天假设 灯都灭了 您就踏得实实走下去 你不用履行你的承诺 那个承诺叫气化 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我觉得 我有一些天赋需要 自己去证明自己 想要 你要这么说的话 就跟哪个人求职 说你要 我要没找到工作 我就使给你们看 是一样的道理 是的 我都不敢灭灯了 你这么说 姚总你好 我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所以请你先答应我们 你先答应我一件事 好 如果真没成功 咱们该怎么下去 怎么下去 好 谢谢 好不好 请 请吧 请 说服这件事可真费劲 现在在干什么呢 在一家装饭公司工作 你是负责 涂料油漆之类的那种 涂料 嗯 干了多少年了 05年到现在 一直在做室内装修 刷嘛 粉刷嘛 大概是 是吧 对对 你刚才要找的这个工作 对 策划工作 策划工作 对 是吧 对 那么从05年到现在 这8年的时间了 是吧 你怎么证明自己 在策划方面 你一直在做着装修的工作 对吧 万昌 你怎么证明我在策划方面 是有能力的 从58同城开始吧 哦 你给58同城了策划 嗯 资料设计的 我站上这个台的时候 因为当时最怕老板灭灯 所以我需要在最短时间内 让吸引老板 对吧 然后 我上来第一步 我会问邀总 你怎么听啊 我的58同城 你自己的家非常好 一个非常神奇的网站 你确定吗 我100%确定 然后我会走过来 你确定 确定 确定吗 我100% 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确定 这个时候 好 姚总 这个时候我目的是把大家 其实我 我善于出奇 不善于正常的表演啊 万昌 你现在不就是在表演吗 你 因为很多来到这舞台的人 我是被迫的 当时我跟你说 说得很清楚 都被迫 吸引注意力的一个策划 哇 哇 嗯 这样啊 我慢一点 万昌 你慢点 好 你刚才那个策划是 你的策划 还是你给他的策划 我是做的一个 针对58同城 吸引观众的一个策划 当时的 吸引观众的策划 吸引观众 我现在换个题目吧 你看过58的广告没有 看过 好 你现在改版 我们现在要把新的广告 你给我改版出来 你要是很吸引人的话 这就吸引注意力了 对 很简单 我用各位老板 58免费为各位老板推广 他的企业 借各位老板推广58 好 非常好啊 来来来 来这转 我再干不干 我再乐意点 那个那个小川来提问 就是你的提议 其实就是当 就是请苏的这个 社会老板为58代言 这个这个理论上 这个是太平常的广告创意了 展示的时候 我跟你讲 广告里面 有一个很根本的一点 来讲就是 要找到他们企业的 我们叫的 就叫叫核心的诉求 肯定有啊 那核心诉求是什么 我设计的是这样子的 58免费为 大概各位老板 就像费尼莫属 一个聚会 老板一个聚会一样 有一种 就是用一种无意中的 其实在思考 58的新广告 这个时候 那个 比如说黄涵的黄总 他回来 哎 你不用 不用了 我跟你出一个广告 简单 稍等 我想问一下 那这些 剩下的这些老板 比方说朱虹 气质这么优雅 尹丰小姐 长得这么美 他们凭什么 要去推广58同城 那么一个 和他们的 style 满不相符合的一个 你告诉我 尹丰 为什么要在一个 电视广告里面 站出来 为58同城 摇旗呐喊 他的诉求是 推广他的咖啡之一 而不是58同城 不是 不是 那请问这是 咖啡之一的广告 还是58同城的广告 一个广告 为什么 为什么会吸引人 就是他独特的地方 我想问你 很简单的问题 就是 你的音频的这个方向是 营销 广告策划 还有市场调研 我想问你 花过多长时间 看这个营销广告策划 或者市场调研的书籍 应该说十多年以来吧 我喜欢 没事坐着车去看这些 你看了十多年 能不能跟我们讲 都看了哪些书啊 我看的比较杂 各种书都看 没关系你讲 就是关于广告和营销 因为我觉得你的初衷学历 没有关系的 当然没关系 你想去做一个事情 你去学它就行了 对 哪怕你觉得看 故事大网有用都行 我策划了 主要是对人的了解 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看过什么书 书名告诉大家 各种要把 比如 多的是对类的 或者你印象最深刻的 对类的也可以 各种 最伟大的推销员 然后 什么 最伟大的推销员 最伟大的推销员 因为数名不太好记 因为我看书的时候 经常是把它理解了就完了 最容易记的 应该就是书名吧 我相信一个真正思维超强 观察视角独特的人 他会用他的实际行动 跟案例 向老板们来证明这些东西 而不是用宣导式的 口号式的东西 去呼喊说 我强 我能 广告和公关这个东西 我觉得我算是 这里面可能 比他们都专业 因为我做的时候 就工作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问题 因为中国以前 曾经出现过什么 十个 十大点子的这个点子公司 还有什么点子大王 但这些 这是我觉得 只是你个人的兴趣爱好 而且事实证明 事实证明 他们都没有更好的 历史淘汰了 对 那现在呢 是到了一个 这个我们叫新媒体时代 特别强调的是 系统化的这种 要非常精准的营销出来 又是媒体碎片时代 要求我们做的每一个事情 要为它的品牌和产品 要能够密切的相关的 有价值 最后能够对销售有所帮助 它不是说 你一个情感的感觉和想法 就可以去当企业去采纳 去买单 谢谢 所以比如说 我就说我现在要投 比如说投一个亿 投一千万 我希望我最后能够 产生几十亿的效果才行 不是说 你提了一个想法 你说五八同城 他有两个亿的广告预算 那姚子无问题 你有什么能力 能够说服他 那他交给你去做 所以如果说答案是否定的 那我觉得 你把它做一个爱好 你根本不适合 去做这个工作 我觉得如果小杨 他作为他的背景 他能够抓住一两个点 然后呢 说的这个方案 或者相对比较靠谱 我觉得就可以 不好 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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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一个爱好没问题 他今天要找的是工作 大哥 是工作 对啊 他可以做这个营销的专员 从专员开始跳 如果他有这个 基本的sense的话 我觉得是这样的 穆言 我们不是说 你做创意的人 一定要最终 非要去利益化 但是这是一个必须的 就是因为你学的sense的话 必须要运用过来 是的 所以万长 我觉得你的问题呢 我真的是觉得 就是说 刚才很多老师问 很多老板问你说 你读过书没有 然后你一直在转 其实我一直心里在想 你没读过书 你一直在靠自己的一个激情 就是说 我喜欢这个 然后我天马行空 我突然觉得这个很好 我就沿着这个思路 去创造一个 就是万长这样 今天如果找不到工作 下一步的计划 我会再继续做我的工作 然后再从中去 去学习更多东西 OK 好 12位 先做一个 我会证明我自己的 谢谢 先做一个基础表带 去还是留 杨万昌选择 好 三家企业留下来 这是我有难 其实你有你的想法 非常的独到 但是你有一个小缺点 这个小缺点 我先不说 我说说 总结一下 今天四位选手 都有一个仪态上的小缺点 第一位 皱眉 让对方感觉不太认同 第二位呢 嘴快 嘴快就会欲盖迷章 是的 演示出内心可能没底 那第三个耸肩 耸肩是什么呢 就会觉得无所谓了 都可以了 那你 你知道你什么毛病吗 晃头 一说话就一晃你头 一说话就晃那个头 你晃头的时候 是什么感觉 给对方的肢体动作 传递的讯号是 过分的自信 其实我知道 你肚子里可能有东西 晃头是这个意思 是的 他非常的自信 那有的歌手 有一些著名的歌手 一唱歌的时候就喜欢 那是在艺术中体现 它是在生活中体现 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所以说我倒是 特别希望我们今天四位选手 或者是未来上节目的 回家之后考 好好地看一下自己的仪态 因为真的细节决定成败 注意下你的细节 好的 谢谢 谢谢钟老师 谢谢 百合网有没有策划 有没有策划 百合网我 因为我是百合网的用户 所以我想提出一件 就是 所以你就 不敢说 没有策划 有 大概是这样子 针对鸵鸟一个话题 这个事情永远不缺鸵鸟 把那个 推广出去 怎么推呢 一个系列式广告 开始的时候是一群人 就是 非常自在地聊天 百合网 网页自在聊天 就相亲 很自在 但同时有一个女孩 就大概就是 比较害羞的 她偷偷注册 但是她害怕别人知道 她有天 她又喜欢一个人 而这个男孩也喜欢她 然后她偷偷在那上 比如上载盒的时候 被那个男孩看到了 然后男孩追过去 就给她一个 一个就是 打个电梯吧 就是我是百合网 谁谁谁 就是喜欢 就喜欢你 但是这个时候 所有人盯着她 这个女孩 女孩落荒而逃 然后呢 因为那个男孩 看过她那个 百合网的网页 对吧 通过这个 ID号 查了这个女孩 然后发了一个信息 就是 可能有点搞笑的一个信息 现在还没想出来 然后两人就约会了 认识了 最后结尾的时候 会有 一个 大概就是 一个 需要承认的一些事 但是这个女孩 还是不承认 就是你还是 鸵鸵 大概这个意思 第一个级 最后两人还是没成 第一级 第一级 就成了以后 她在生活当中 她还是一只鸵鸟 就是把 目标就是把那个鸵鸟 形成一个网络词汇 通过系列广告 好 好 这样 完成 说实话 我认为她给 慕言的那个广告创意 如果大拆解一下 里面有一些核心元素 真的是可以用的 鸵鸟的这个元素 躲避的这个元素 在公共场合躲避 以及私下的这种勾连的元素 能用 都能用 对对那种鸵鸟的心态 挺好的 挺好的 但是 但是 有一个好的主意 和一个人可以做策划 是两个概念 我们是找不到她的那个激情 找不到她想做事的这个欲望 我倒是觉得 我 今天我担心你的是 你有点太使劲了 其实我觉得你有可能 可以到一个企业 做一个 先从一个执行层面的 这个 这个职位开始 有可能能够做得好 但为什么我 我会不敢招你的 因为我 我怕你太使劲了 好 小杨 你今天对薪水的 大概的想法是 本来 我成了 我高过的 需要的是八千 多少钱 八千 这样 如果 各位男朋友 可以给我机会 三个月 我一定给你做出一个 不用钱 小杨 不用钱 我给你做交 第一 在做着梦来 第一 咱们不在谈钱的时候 告诉我 我找一工作 不要钱 然后第二 你说了太多的 一定 必然 一定 必然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事 是一定的 张老师 人 对自己所从事的事 对自己正确了解 然后对自己所从事的事情 有信心才不敢做 万昌我给你支一个招 现在网络很发达 在网络上呢 有很多网站 它是让我们 就是你可以随便去发布你的任务 去征求别人的创意 如果你想验证 你的创意真的是很靠谱的 你可以到网站上去申领那些任务 如果下一次你来面试的时候 能够告诉我们说 你的点子有多少个在网上 被大家采纳了 那我愿意听你再讲下去 比如说我知道的 斗国美食在网上发过 对创意的征集 是吧 有 对 然后小川那块也做过类似的尝试 包括你像谭义 像历劫时也曾经以互动的方式 以创意互动的方式来推动过项目 好 这样 万昌 你现在就是希望 在三个月的试用期之后 拿到的薪水是大于等于八千 对吗 对 我实际上 这是靠能力 对吧 我相信如果做不到 肯定老板不可以 做判断了 三位 聚会的刘 选择 谢谢 万昌 万昌 我觉得刚才他们给你提的点子挺好的 在网上 多参加一些争取 这是第一 自由施展 第二 可以在网上 用淘宝的方式开个点子公司 来试一下 第三 可以增加一些系统的学习 好不好 谢谢小杨 谢谢 再见 完全一点都发布出来的感觉还是完全没用力的 我在上场之前我就想过 只要我能发布出一半的水平 我觉得这个机来一百分 可是我现在十分的没有 谢谢 谢谢 谢谢